说这个临近年底呢 不仅是各大电影啊 纷纷的摩拳擦掌 抢摊喝醉的 还有抢摊这个开年的 今年岁末的小营评上也是精彩分成 几大热门聚集啊 都将联分登场 我们先说说啊 我最期待一部电视剧 就是范冰冰主演的武则天 这是范冰冰时隔六年之后 重返电视营评的作品 那是众星云集 耗资三亿的大制作啊 桑葱 这是以前的 您看看这剧照啊 范冰冰在剧中的造型 你多么的霸气 日月空五 照五则天 真带这个女皇的发 是啊 哎你知道吗 为了塑造女皇的形象 剧中范冰冰的服装造型 就有二百六十多套 其中有很多套 都是手工定制款 绝对高大上限量版 华贵 惊艳 因为那个范老板呢 要演绎从十六岁少女五妹娘 一直到八十二岁的一代女皇 当然十六到八十二造型 也得多多变化 对吧 范冰冰有二百六十多套衣服 全剧组演员的服装数量 说出来更吓人 一共是三千多套 对于范冰冰来说哈 这次饰演武则天呢 年龄跨度非常大 对于演技挑战不小 而且呢 除了担任主演 范冰冰还兼认了制片人一职 这哪是女强人呢 这纯纯是女汉子吗 这个当然自己更多的参与到电视剧的制作当中呢 可能这个话语权大一点 更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 能够将自己眼中的吴赵 吴则天 这形象给呈现出来 对啊 范冰冰自己也说 这次呈现的武则天 要更立体更丰满 他用80后更年轻更新鲜的角度和方式 去展现这个女皇帝 要把吴则天回归到一个女人的身份 一个女人的一生 据说那个在感情戏方面呢 下了不了少功夫 总之呢 就是呈现的更为真实 更为人性 有血有肉的吴则天 听起来哈 真是挺吸引人的 这戏还没播呢 人就先红了 让主演张峰毅啊 李志廷啊 李晨啊 周海妹就不用说了